- 全國投資大好 相當多的我顧問你遇 歡迎收看今天走向物語 那我們先看一下今天台北大盤表現 今天台北大盤形成一個 在平盤附近做一個狹虎的震盪盤 到今天這個收盤小跌一個19點 那量能有來到這個1205億 比昨天相較於這個禮拜四來講 做到縮量的一個態勢 那畢竟我想我們在昨天之前 真的整個個大盤的一個規劃 我們就很清楚跟各位做強調 不管是說在最近這一個波段 從這個創高指數 創7月1號創高到這個10914 創這一波這個記錄性反彈這個新高以來 後續的這一段的一個拉回 拉回我想就是說 就說歷經從7月1號拉回 拉回到禮拜二 這個禮拜禮拜二盤中一度 這個季線做到跌破 那跌破收盤 也一樣是做到驚險的一個利手之後 也展開 這連續這三天的一個反彈 那畢竟針對整個一個盤是 我想不管是說我們就一個 量價的一個配合狀況 漲都是有量 拉回沒有量 那這一波漲又有棒量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量價的配合狀況 甚至包括就一個K棒的形態來看 這一波創高之後的一個拉回 拉回最低來到這個禮拜二 這個10680也沒有去跌破 前波的一個起漲點 就前波的K棒的低點 10645 那相對我想 以在短線上這連續這一兩個禮拜 大概就是落在一個 10645到這個前波的高點 10914的一個高檔的一個震盪區間整理盤 那這個震盪 就是說高檔震盪區間盤 我想很標準的一個動作就是說 整理盤逢支撐做買進逢壓力 做一個賣的一個動作 那相對就是說 以這個區間整理盤的一個特色 我想最主要就是說 拉回支撐會有手 然後這個壓力 壓力會形成 沒有辦法去做到那樣突破 都是在這邊晃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那這個也是代表就是說 目前這個台北大盤 還沒有一個方向出來 那還沒有方向出來就是說 不管是說後續都說有突破 這個前波這個高點來講 代表這個短多 依然都還在走一個延續 那如果是說這個前波這個低點10645 甚至我們是觀察這條季線 目前這個季線是落在10687 等於說季線 尤其我們在從上個禮拜跟各位說強調 季線到目前為止 已經一個多禮拜都是往下 那往下會有一個往下的一個拉力 那畢竟以現階段就是說大盤的一個 這個方向還沒有出來 方向還沒有出來之前 我們講我們就是說 就是針對目前還是維持 這個唯一的一個策略 短多的一個短波段操作的一個策略 那畢竟後續如果說這個 前波這個低點或者說氣先是做到 跌破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們在後續 就是說針對整個一個操作策略的一個重點 我們會隨之做到調整 出多翻空的一個策略 我想這一點要請各位特別特別 做到讓他們留意 目前還沒有方向 那等於說我們先維持這個短多的一個因應 那後續主要說 跌破這個支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就是說這個盤還是這樣 既然盤是有變化 那我們無論如何 去採一個叫順勢而為的一個操作 就針對大盤的部分 那畢竟就是說以大盤沒有方向 那重點我想以最近這一兩個禮拜以來 個股的一個走勢 個股走勢極度分歧 那個股走勢很分歧 就是說這個階段點 至於說各位你要去買進哪一些個股 我想符合買點條件的一些個股 我們就希望各位 你要去符合兩個條件 第一個叫什麼 低基期 配合的他 買點需要產生的一些相關個股 你要買就買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那針對他已經在這個波段率先 反彈結束 反彈結束 產生這個賣訊的一些相關個股 一樣請各位 無論如何 要去執行這叫出場的一個動作 出場的一個動作 畢竟我想個股的一個走勢 極度的一個分歧 那我們就簡單列舉一下 我想在最近這段期間 像這個比特幣的一些相關概念個股 包括像這個像6150 翰遜2399 這個印太 甚至包括像這個3661 這個四星KY 我跟你講這些標的 在前天 前天禮拜三 都是帶量 長紅 攻漲停 像印太 像這個 翰遜都所漲停 那一天我想 主力法人 三大法人 買超買一頭拉庫 買一頭拉庫 禮拜三漲停 後續 禮拜四小創高之後 折返 到禮拜五 連續性又是拉回 短短兩天 又幾乎把前天漲的那根漲停 全部吐光光 全部吃光光 那這樣子我想就是說 以前天 前天 法人主力大買 那問題 昨天開始賣 今天想必繼續賣 那往這樣子實際上結果 我想也是帶給各位一個提示 就是說 最近這段期間 我想很多個股的走勢 就另外包含生計 生計的一些部分個股 禮拜二 長紅 所漲停 禮拜三禮拜四 又是馬上做一個折返 我想 就是說以法人的一個角度來看 最近他的操作 循環也都越來越短 今天買可能明天就賣 明天買後天就賣 這個狀況 我想都是很標準 在這種整理盤 很常看到的一個現象 那畢竟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也呼應 我想說我們在近期 SAPO這個基礎性反彈展開 展開以來 我們帶給各位 唯一的一個策略叫什麼 短波段操作 週週 賺10%的一個獲利目標 我想這個 你知道完完全全就掌握住 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操作的一個結果 我想透過這個短波段 大概操作虛擾 一個禮拜上下的時間 有買有賣 把每一檔輪動個股 它的價差 做到這樣擷取 我想這個獲利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輕鬆 那畢竟 這個相關的一些 這個買點或賣點這個動作 我想我們也全面性都是透過 我們這一套這個智慧型超版工序的協助 那至於說這個禮拜以來 我們相關帶給各位操作了一些標的 我想就是說包括 郭老師我們在這個 這個禮拜禮拜一 禮拜一我們在這個 我們在上個禮拜有新成立一個FV的社團 這個FV臉書的一個社團 這個不公開的一個社團 那畢竟就是說我們從上個禮拜以來 包括在這個禮拜禮拜一 我們就分享各位這檔 快打短多個股 6176的這個瑞儀 那我想瑞儀 我想我們在昨天節目都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昨天它是亮燈鎖住漲停 連續到今天持續性創高大漲 我想這兩天大盤都沒有什麼表現 比如說它今天持續性又是大漲 已經來到這個120塊半 120塊半 我現在漲了個4塊半 相對就是說 以瑞儀這檔標的 各位你就說 我們有沒有第一時間 事先的一個分享 我想這個各位 你都可以到我們這個FV這個社團 禮拜一早上我們在10點21分 相關的一個分享 你都可以自己去做好好的這個見證 那畢竟我們在當時禮拜一 我們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買點訊號在多少 100.5 那畢竟我想以這檔個股 禮拜一瑞儀他收盤 剛好就收在這100.5 等於說 我想整整四個半小時 每一個小時的這個K棒 全部都有100.5 那當然的話 想當然而你有買進的投資朋友們 你都可以做到 完完全全的一個成交 完完全全的成交 那成交完之後 禮拜一小漲而已 漲五毛 禮拜二漲兩塊 禮拜三漲三塊 禮拜四亮燈鎖住漲停 到禮拜五 又功高到120.5 就漲了四塊 但我想短短一個禮拜的時間 創造20塊錢的一個價差 那20塊錢價差什麼觀念 就是說你簡單 你就要買個一張 你的獲利是2萬塊錢 買個十張你已經準備要把20萬的一個獲利 放到各位你的口袋裡面去 但是百分比快接近兩成的一個獲利 多久時間 一個禮拜的一個時間 從買點需要產生到現階段 那畢竟我想以瑞儀 今天就做到 昨天漲停 今天創高的一個後續 他相對應 我們就靜待他 賣出訊號產生那個當下 我們再來做到一趟 獲利出場的一個動作就OK 那畢竟我想在今天 他稍微這個多方力道做一個衰減 往這個衰減角度 角度還不大 那當然你都可以做一個續報 後續如果說 他形成一個高角度的這個 多方力道的一個衰減 往這個時間一點 就算賣點還沒有產生之前 你也都可以來率先 去執行這個獲利出場的動作 這正在瑞儀的部分 那另外包括我們在這個FB社團 我們在禮拜二 禮拜二也跟各位分享這一檔 快打短多的一檔標的 就是6278的這個台表科 那畢竟我想也台表科 不管是像瑞儀 瑞儀是7月1號 除息7塊錢 我想已經全面去獲得一個填息 那台表科是在昨天 昨天他做一個除息1.3元 那畢竟昨天收盤 收到他最高點來到72塊3 等於說 昨天他已經順利 一天馬上做到這樣填息 馬上做到這樣填息 那畢竟我想以台表科是上標的 我們在禮拜二 早上這個臉書社團 在10點53分的相關分享 等於說從他買點訊號在多少 61塊7 61塊7 買點訊號做產生 昨天功高填息的一個後續 昨天創造出來的這個價差 已經快逼近兩成的一個獲利價差 那畢竟我想以台表科今天 他又產生了一個 蠻關鍵的一個訊號 今天 今天他這個短多的一個賣出訊號 賣出訊號在多少 70塊2 70塊2 賣訊產生 那我們每天跟各位做強調 我們的操作就是很簡單 根據訊號執行動作 買點訊號產生 我們就做賣 賣出訊號產生 我們就做賣 那畢竟我想以台表科 這一個禮拜來 從買點產生 到禮拜五賣點產生 我想這是已經一個循環的結束 一個循環結束 那畢竟就是說 後續 下一趟又產生這個買點訊號的 那個當下 你再去做到這樣重新的一個回接就OK 這針對台表科的部分 一樣 全面性超標達證 我們要帶給各位 短波段操作 做多賺10%的一個獲利目標 全部都超過10幾%以上的一個獲利目標 這針對我們在禮拜二一樣 在我們這個FB 臉書社團當中 一樣第一時間給各位分享 是在我們快打反多標地 那畢竟我們就說 從這一段期間 我們每天跟各位做強調 個股的一個走勢是很分歧 那很分歧當的話 我們就說從上個禮拜 我們成立這個FB社團 畢竟等於說 我們在當時有鎖定一檔 往下的這個波段起跌一檔個股 那我想這檔標的 我們在上個禮拜五臉書 在這個早上開盤不久 9點45分 我們第一時間分享 賣出訊號 這是波段的賣點在233.0 233.0 那相對來講 我想以瑞育 他從上個禮拜五賣訊產生一個後續 激起呼呼天天拉回天天創低 到禮拜四他已經來到到216.5 等於說短短不到一個禮拜 拉回多少 拉回16.5元 那16.5元代表什麼 涵域就是說 一張你就差了16500塊 十張就差了165000塊 相對就是說 以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我想我們一樣跟各位做強調 這個階段點 既然各個股走勢很分歧 像我們剛剛分享給各位 不管瑞儀 不管是說這個台表科 天天創高天天收穫 那問題 你如果說不同循環的這種個股 像瑞儀 他是天天拉回天天破底 相對就是說 這是之所以我們要希望各位 你有這個工具 第一時間很清楚來告訴各位 相關的這個訊號 買點訊號 你要買只能買這種 買點訊號產生的一些個股 賣訊產生的這相關個股 一樣二話不說 執行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那畢竟針對到底有哪一些個股 你要去執行這個陸陸續續的出商 我想我們在近期 不管在Lite8 或者說在這個臉書這個社團當中 尤其包括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禮拜 禮拜一禮拜二 都在我們這個FB 一個社團的針對一些 相關產生這個短多賣訊的一些個股 包括禮拜一 不要集中在像這個被動元件 像這個一些 一些一部分的這個瓶蓋個股 那禮拜二我們有針對 不管說像細經驗 或者說一些生計已經漲多了 這些個股 請各位賣訊產生 你要去執行賣的一個動作 那我想到今天這個禮拜五 大概這些個股 到現階段 有差不多快接近九成的這個標的 全面性都是在這個賣點以下 賣點以下 那至於哪一些個股 我想各位你自己到 就再到這個FB的這個臉書 去做社團去做好好的一個檢視就OK 那畢竟除了像我們在上個禮拜 有分享 往下的這種個股 賣訊產生無論如何 趨吉避凶 你要去做這樣避開 就如同我們在近期 包括從這個7月3號 我們當時分享各位 4927這個泰典KY 賣訊54塊6賣點做產生 一路天天拉回 然後我想以泰典修正到這個 這個7月8號來到這個49.6 一拉回大概10%不見 快接近10%不見 那我想以針對泰典這兩標的 我們一樣老化一句 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根據訊號執行動作 賣點產生做賣賣 那我想以到今天他又產生這個賣點 賣點訊號在多少 50塊1 50塊1 那所以說我想我們的操作就是 掌握住每一檔個股 他那個循環 高檔賣點產生你先賣 拉回 賣點產生我們就做買回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我要這檔標題 我們在今天也帶進我們的會員朋友們 買點在50塊1 今天收款你收的51塊半 這針對操作的部分 我想這個工具 第一時間都可以很明確 來告知各位相關的一些訊息 就如同 當時我們一路要各位賣的一些標的 像原相 賣點7月5號 這樣下來 差多少 差13塊半 美律 禮拜一禮拜二短短兩天 拉回10塊錢 這相關的個股就是說 如果說各位你有了這個工具 這個訊號的一個協助 買點賣點 我想這個第一時間 我就會很清楚來告知各位 趨吉避凶 該賺到的這種標股 不管是說像瑞宜 像這個台表科 該賺的標股你賺得到 該避開風險的一些個股 你也都可以來做成功避開 所以說近期我們帶給各位的策略很簡單 短波段操作 操作去大概一個禮拜上下的時間 不管是說像神盾 玉金光 泰塑雙鴻 刺激光在上上個禮拜 國劇 逸方政達 甚至包括像季家 這個全面性 我們的策略 就唯一的一個策略 短波段操作 週週賺10% 那針對這個 我想這個相關我們的操作 全面性透過這工具的協助 這個工具各位你如果來做取得 我們在今天一樣 提供給各位這個299 只要299的一個短天期的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就是說 你只要加入我們一般會員 馬上你就可以擁有我們這一套 這個智慧型的這個操作工具 那至於就是說 針對每一天一些個股標股的一個分享 或者說盤裝重點的一個訊息 我想我們都會在 FV的一個社團當中 做一個第一時間的一個分享 那現階段我想 還沒有加入我們這個FV的投資朋友們 社團的投資朋友們 你都可以透過這個LINE AT 我們提供給各位一個網址 點進去 你再申請做一個加入就OK 好那今天節目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收看 祝各位假期 休假愉愉快 我們下次見